经济 数据 人物全记录 财经部落格 文化中华文化底蕴让宝石有了鲜明的标记 巧读天空的设计贯穿古今 朱的宝石艺术设计如何深入人心 在今天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访问朱的宝石创办人 林芳朱来介绍这融合文创元素的吸进商品 非常欢迎林老师 您好 您好 王小姐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新年恭喜 祝大家洋年洋洋得意 我们赶快来欣赏一下您的设计 虽然在空中没有办法看到 不过透过我们的官网也可以来欣赏到 其实谈到这个宝石珠宝一些相关的设计 对一些年轻朋友来说会觉得 其实他们也喜欢带一些比较亮眼的 看起来很喜爱的 我想谈到这个珠宝刚才我有说 这个中华文化底蕴 这是一个老的东西 但是怎么样去贯通这个古今 让这个宝石的设计呢 让很多人潮迷 我曾经听过一个心理学家 他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 就是说一个人达到40岁之后啊 才会确定自己的志向是什么 才会清楚知道 听了其实我有点感到好奇 到40岁以后才还在寻寻觅觅 是是那也许换个角度说也可以说很精彩 每条路或者每个产业领域都可以去接触 但是我想老师您什么时候去进入到这样的领域当中呢 我想我这个我们成立这个珠宝市的工作室 大概是从1992年开始了 所以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 那这个呢我也觉得是一种缘分了 怎么说呢 我自己是学历史背景出身的 说真的我是没有写过任何珠宝设计了 那早期的时候呢 我就非常非常着迷啊 收集一些就是别人眼中看不到的 这个老掉牙的一些古文物 那这些古文物当中呢 其实并不见得是很完整的 有些时候是一些老的针筒啦 一些鼻烟壶啦 甚至就是葫芦啦 我有时候就讲说 哎呀这个农产品 我都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宝贝一样啊 我自己都这样子 当时候都这样子这个 这样子说自己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当中呢 我最热爱的就是 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 朝代的各界的一些 就是艺术文化的一些东西 包括一些手工的一些家饰品啦 或者一些刺绣啦 或者一些这个小的这些文物呢 我都觉得这些东西非常非常有兴趣 那我就觉得说 哎这些当中呢 就不知不觉的就是 就从这样子的一个花响呢 那进入了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领域 那又觉得说自己是女生嘛 总觉得说哎呀那些如果一些古董啊 文物啊 一些古玉啦 甚至一些和天玉啊 那些就是只是这样玩玩啊 自己欣赏 不乐乐不如众乐乐啊 而且就是女生就喜欢就是 就是修自己嘛 就觉得说哎带上去 可以跟朋友分享啊 就是讲一些这些文化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因此呢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啊 那进入了这样子的一个珠宝文化设计的这个领域 那到现在为止我都说我是这个穿越时空整而 步步惊心的若曦一样啊 我想了林老师是最新中华文化啊 那么把中国这些呢非常珍贵的古文物呢 来做一些发想啊 林老师现在呢 不光只是台北故宫首位品牌授权的珠宝设计师 同时也是珠的宝市的创办人兼设计总监 所以走了二十多年下来 您的这个宝市设计非常具有独特的风格 怎么样在这些中国古老传统的东西 又去发想啊 能够展现自我设计的特色呢 嗯 那我觉得这个设计啊 其实是从一个心啊 自由的心开始啊 所以我的设计东西呢 我觉得跟这个历史文物非常有关联 那我也一直觉得就是说 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 其实我们早期看到在历史的奄言当中 无论是在铜器啦 玉石啦 器物的装饰艺术上 甚至一个水墨的绘画刺绣 这些东西已经非常的丰富 但是只有在这个首饰上 其实是没有人去注重 甚至也不觉得这个是一个 这个文化艺术 或是一个文创的一个东西 因此我都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遗憾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它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一直不停的发生 所以我认为呢 这些东西 除了在历史博物馆 或者是在一些古文物啦 或者在我们以前 在宫田里面可以看到以外呢 我都认为这是 现在的一种时尚艺术啦 所以我的作品呢 其实就结合很多历史文物啦 还有一些很早期的一些概念当中呢 我就变成一种是一个古艺的摩登 新朝又古典 All is new的这样的一个新古典风格 新古典风格 这个传统古典跟现代会不会有撞击 有些人会觉得蛮突兀 可是有些融合的还非常的棒 林老师的设计就是融合的 非常的出神柱化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像过年的时候 大家穿衣服 有些人都穿时装的衣服 可是有些人还会穿的长袍马挂 或者是说中国传统式的衣服 其实我也看过一些设计 是越来越结合现代感 老师的东西其实也是把这个中国元素 中入现代感非常成功 老师可不可以谈谈 这个融合花费你很多的心思吧 对没错 那我在2008年开始 就跟台北故宫 做一个双品牌的品牌合作 那这个东西就开始了 我另外一个路程 比如说我把乾隆皇帝的印章 我就把它变成一个 我们时尚的一个东西 乾隆皇帝我觉得它是最有趣 而且是最懂文物的一个皇帝 那他在看到很棒的画作的时候 他会盖一个遗子孙 遗子孙呢 事实上就是适合给子孙传家的意思 这个东西 但它本来只是一个英文 那我把这个英文呢 变成一个我们穿戴在身上的国宝 像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其实它就是一个 非常all is new的一个概念 这个是一个例子 另外呢 我也是从这个故宫里面的一些这个珍宝 还有一些我们讲所谓的这个如意啊 这些东西呢 都把它演变成 我们身上可以佩戴的这个国宝 我觉得这样其实 人家看起来 它虽然是古文 但是看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时髦的 真的是这样 这就是我觉得古文物啊 或是我们以前的历史呢 事实上是要有时代的容颜啊 就这个样子 从老睡变为新 老又是新哦 其实还蛮抽象 不过呢 要能够展现在这个器物上 更是不简单哦 老师像您刚才举例 有两三个这种 实际上的一些器物的表现啊 这个会花你很久时间 在设计上的发想 恐怕让您这个绞尽脑汁 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吧 我倒觉得设计对我而言 其实是非常easy的事情 是吗 对 因为这么说啦 我觉得整个设计 其实跟你的 以前的这个喜欢 或者说你的投入 甚至你的生活 跟你的喜好都非常有关联 那我就说我是念历史嘛 那我其实整天 其实我都看了书啊 然后喜欢的东西啦 接触的想法啦 都是源自我们很早期的 这个中国的一个历史的 这个背景 甚至就是说 我想也不是只有光 这些表面的背景啦 甚至我觉得以前的一些 文化或者说珠宝的 金工的这些特色 比如说我也对 掐丝的这个做法 那会对对流金的工艺呢 我也是非常有这个研究的 那这些呢 其实都包括在我们 这个中华文物的 这个范畴当中 那你说这样子的东西 要怎么把它这个 设计到我们身上来 要花很多时间 我都觉得其实就是神来一笔 真的吗 真的是出类旁通 因为你悠悠在这个 中华文化领域当中 所以你看到某些的意象 那或许你就有一些 设计的联想 就发想出来的 迸发出来的 对对对 是这样子的 好那我想更 可以理解 也不难 可以知道说 老师您的这个 保释设计 在银领或银额市场当中 您很知道自己 应该怎么样定位自己 让一些民众呢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这就是老师您的设计 是是是 那我觉得 在你刚刚讲过 说也许设计 其实不是我的困难 我倒是觉得就是说 在市场跟这个 我们讲所谓的艺术上 其实是有很多的冲击的 这个部分还是觉得 是一个永远的 这样子的问题 问题也不是啦 我都觉得就是说 比如像我的东西而言 其实有分两个 很重要的系列 一个类型呢 其实它就是专门 就是走拍卖 还有博物馆 或者是一个 个人的展览的 这样的路线 那样子的东西呢 我们就是 比较定位成一个 很单向的 甚至就是一款一件的 一个艺术的 珠宝的领域当中 去花响 那另外一个款式呢 我就觉得跟市场 或者甚至说 我们讲比较亲民的 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东西呢 就是在我们做 这个博物馆 一个衍生商品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甚至在我们现在 目前在这个 101101 这个文化创意的 这个五楼的 这个地方呢 我们都有做一些 事实上 可以对文创的 这个珠宝里面 做一些 比较一般的 这样子的 一个策略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 它背后的目的 其实也是让我们 比较年轻的朋友们 或者一般的民众们 也可以从这个 历史文物当中 回过头来看看 我们现在跟以前的 这些关联 这个是我觉得 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不同的市场定位 也有亲民的价格 让一些年轻朋友 可以呢 很容易的就 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没有错 当然也有您自我的 期待跟要求 希望能够引领 这个市场 是是是是 OK好 那么在台湾的 这个行销的窗口 其实还蛮重要的 所以像老师 刚刚你有提到 几个 那么目前 这算是我们阶段性的 行销的方式吗 是 那另外我们现在 其实还有在 华航的这个飞机上 空中购物 也可以看到我们东西 那在机场的 历史博物馆里面的 八个点 也都可以看到 我们的东西 是 那当然未来呢 我也希望是在这个 比如说像 中正经验堂啊 国富纪念馆啊 还有一些 比较重要的 五星级的饭店 对我们两岸的朋友 在看这次 我们这些历史文物 或者这是我们的 文创的珠宝的时候 也都能在更广的 这个领域里面呢 可以看到这些作品 是 好 这在台湾 非常方便 就可以来看到 我们也知道 大陆的游客这几年 对台湾是非常的向往 所以像老师所举的 这些地方都可以让他们 虽然看到这历史文物 可是看到是不一样的 文创设计 所以能够更多的点 来让他们可以接近的话 我想当然是更好了 所以在大陆 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关的 一些布局计划 那在大陆而言呢 我想最主要 我也是一样 分为两个一个 不同的一个领域 第一个我现在 可能今年或这个明年 我想做一个 博物馆的巡回展出 对对 那另外一个呢 当然就是说 以这个比较属于 这个清明 跟这个市场的角度而言 我们希望是 可以找到经销代理的 这个大陆的 这个朋友跟厂商的 是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我们有设计 当最后时的一个后盾 那么我们希望有机会 能够在大陆 更亲近更多 喜爱中华文物的朋友们 是 好 我想就像酒一样 是越成越香 这东方文化的典雅 是令人着迷 我想在您的这个设计里头 是展露无遗 非常感谢我们 朱德宝市 创办者 林方朱林老师 来跟我们介绍 也分享 直接由璀璨耀眼的宝市 来追寻 中华文化的创意设计 非常谢谢林老师 谢谢您 谢谢 那当然也是祝福 这个在新的一年呢 我们以用最美丽 最好的一个心情呢 在洋年呢 大家都非常开心 然后过一个 非常吉祥的 这个中国年这样 好 非常谢谢老师的祝福 谢谢